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藝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煉籌碼的智慧 這個我們的旅日棒球名將稻草人 棒球大神王貞智曾經說過 如果不斷地苦練 連運氣都會站在你這邊 這就是棒球 唯有這個運動是由防守方來持球 讓自己來掌握人生的方向 今天的嘉賓呢 都是棒球場上的風雲人物 就算不是風雲 他也想創造風雲 我們來歡迎大家 歡迎第一位位泳泉小龍女 芸汐 歡迎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以昕 樂天女孩 歡迎吳以萱 嗨 吳以萱 大丈夫旅日投手 陳冠宇 歡迎 全民大師兄 林志森 好 明星棒球隊的 紅柯大師 好 猛男物理治療師 杭特 杭特 你們在棒球場上 每一個人都會在一個 就這麼一個落大的地方 你會有一個 有一些東西來激勵自己 或激勵隊友 是 有一個手勢 姿勢 或者是之類的 之類的 好不好 你會有什麼的語氣 像我覺得啦啦隊 通常就是一些手勢 比如說要三陣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手勢 就是三陣他 三陣他 但是當啦啦隊跳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魔力 就真的投手 就會投出一個很漂亮的球 有這種事 真的有 妳站起來跳給我看 我們是非常 我們就真的是很簡單 我們就是這樣 三陣他 三陣他 可能後面裙子飄的同時 然後 就是這樣跳 然後打者就看過 就這樣 然後餓 就三陣他 因為我要 對 因為我們是短權嘛 所以他們都會有一點這樣子 打死他 三陣他 三陣他 另外一位女星怎麼說 來 吳宜萱妳呢 我們有 因為我也是啦啦隊 那我們就會幫打者 然後就跳拳雷打 幫打者跳拳雷打 就是我們的拳雷打是 來... 應該看過了 我都沒有時間看 現在看 林志聖 妳打球還在看沙拉隊 妳是怎麼了 你說現在 他剛才拳雷打 拳雷 講兩次喔 講兩次喔 我以為大家都看到了 只有林志聖 我在看沙拉隊 再Cue一次 哇 還有這種的 連比賽都看不到啊 而且臉紅了 馬上 真的 臉紅了 剛剛都直接打 真的 沒有... 你們都多慮了 我覺得 瓜哥師兄 你想還俗 那麼大不就 被吸引 別想當觀眾了 陳冠宇也算是 某種程度的這個民族英雄 羽日投手 當中歡迎他 耶 今天是那種手是 激勵自己或激勵什麼隊友的 我像我自己在投手搜尋上 其實我會默默的就是 先清一下自己的手頭 然後先清一下 清一下 對 然後再告訴自己可以的 那會發出聲音嗎 其實就在前面 叫做比賽還沒開始的時候 就抱紙先帶一點 你太愛自己了 來練貼文了是嗎 我被小孩倒調皮喔 你那個手照文章 應該清出胎記來的 用吸了 妳可以吸輕一點嗎 神經 你在活潑什麼啊 太久沒有上節目了 我一直想要表現一下 對 清自己 親吻自己的手 然後打自己的心 讓說自己可以的 然後再去面對下一個打針 來 大致就你咧 假如鏡頭在照嘛 假如鏡頭在我就會 像比一個長方形 為什麼會比這個 是因為 我們有時候會輔助判決 總監就會這樣 然後再去看重播 可是我覺得 如果打拳會打 鏡頭在照我 我就會這樣子 輔助我自己 然後 打開 這樣 最後那個才是重點 就帥到這樣 你是個被棒球耽誤的 學習 我沒有問題 大家都有空氣就好了 因為大家都是 大部分都第一次來 來這邊的這個 這個節目的氣質 跟它進行的方式 跟一般節目不太一樣 但我相信你們一定會 非常期待你們的題目是如何 被設計出來的 是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 獨一無二的 專屬你們的題目 希望你們不是今天的豬頭 OK 加油 好 請張 有請本華麗圖書館 最高層級研究員 圓潤的蔡上華女士 來帶來 行前小明明 是的 我就是你們 豬圓育潤的研究員蔡上華 要告訴大家 大師兄曾經有一句名言 人生這種揮棒落空的時候 這球過了沒關係 再看下一球就好 但是 來到新攻略 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我們的 資格戰聯想題 如果你搶得不夠快 答得不夠準 錯過了就是錯過了 你可能就要在後面當豬頭囉 所以你要好好努力 拼進我們的 因為攻略賽當中 才能夠為大家解鎖 你的個人專屬題庫 當中落九題 答對越多 有一萬 三萬 五萬 十萬的大獎 就連這個獎品都是針對你的需求 我們特別準備給大家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努力 加油 搶大獎 最後再把時間 交給身材可以媲美 職棒選手的曾館長 準備 第一個資格賽的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梅力號是什麼 那是船嗎 梅力號是船 對... 棒 什麼 第二題是 再看十秒 草帽海賊團 跟梅力號有關 所以它是什麼 這跟棒球有關係嗎 答案是三個字嘛 是兩個字啊 這好難喔 梅力號 不知道就不曉得了 那我好像... 草帽海賊團 答案兩個字 沒有方向 第三個提示再看 橡膠果實 吳以萱 魯夫 魯夫 為什麼是魯夫 海賊王魯夫 梅力號是他們的那個海賊團 他們那艘船叫做梅力號 對 然後他們都會有那個 惡魔果實 每個人吃了之後 都會有一個特殊的能力 妳是... 妳是誰 對 魯夫 答對沒 就是魯夫 恭喜答對 恭喜 我第二題都想答了 我想說應該不會這麼簡單 好的 我們進行 吳以萱的九龍格攻略賽 請就位 吳以萱同學 是 台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 沒錯 好 五分鐘的答理時間 之前先看一下我們的夢幻大獎 請開門 為你們今天這集所準備的大獎有 好 智慧家電 然後我們的全套的護膚的設備 和我們的那個後面是 肌肉按摩的 肌肉按摩的 我想要那個 妳冷靜... 那個答六題 你答答六題我就送給我 好 幫我們特別為您準備的這套題目 好好看一下 好 良心打造是什麼內容 請公佈 吳以萱的同學 公略賽提醒 分給我 應援口號 妳剛好現在就是啦啦隊的隊長 星座搭泳裝 因為妳很喜歡有一個星座 剛好又特別喜歡亮色系的泳裝 對 尤其喜歡穿比基尼 高中會計時 妳之前學的就是會計 是 買鞋生活大師 妳就是鞋控 單身好孤獨 快一兩年了 昆蟲吃最多 事實上這是研究昆蟲 獵奇火鍋 說的是妳喜歡吃火鍋啊 火鍋燒烤之類的 台語歇後單元 沒想到妳喜歡看的是友台 天才衝三次裡面的台語單元 是 沒錯 三 忠實觀眾 感謝 妳覺得我們要從哪邊開始 應援口號 這應該會比較熟 做了四年也該熟了 是 有沒有讓妳很難忘的口號 或者是經驗 因為像我們的 我們隊上的 應援口號它比較 比較鄉村一點 鄉村 對 像其他隊可能會比較美式 但我們就是會有一些客家的動作 客家 我們會有什麼採茶 因為桃園隊嘛 對 我們會有採茶的動作 然後還有耕田 對 再低一點 對 對 人家這樣低一點就蹲低一點 對度這麼高 很好笑 不是 你在爽什麼到底 他好像圓外 他這個角度太好 他很不專心耶 可以看得到線條 這個角度太好了 對 謝謝大家 真的不知道你今天來幹什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厚愛 臉紅了 厚愛 又紅了 你還會臉紅啊 又紅了 還很帥的 對 應援口號 請 處理 我的選擇是A 對喔 先鎖定 不假思索耶 你對他瞭解啊 對 因為 因為我們在對打的時候 他們其實兄弟的球迷 喊的聲音真的是滿大聲的 對 就叫猛烘之聲 等一下喔 猛烘 你是不是選錯了 我是不是選錯了 應該是吧 你問他本人啊 他自己都答錯 我可以講 我其實沒有在 我聽不到 真的假的 他自己都會答錯 我這一題真的不知道 是因為我太專注 你一上場 然後應援口號會叫啊 前面會先有一段音樂啊 那音樂 個人代表的音樂 對 對 就音樂嘛 然後那音樂晚差不多也有 二三 二十秒多 那時候我已經準備要打了 然後他在喊什麼 我就不會去專注 但私底下不會再去看 YouTube回放嗎 會 但是我是看我打擊 可是他們的那個應援號 一直在改 我記得他以前叫做克迪智聖 林智聖 都沒有這個答案在裡面 克迪智聖 那是之前的球隊 之前 在LAMIGO的時候 對 這個是在 你在LAMIGO有看過他嗎 沒有 他那時候我已經 就是我是新進的 他已經轉隊 對 我已經離開了 因為我們要那個嘛 交替啊 交替 這兩個是有 但是我不知道誰 哪一個是第一句 完了 我啊 我沒把握 才上來的 才對一提的 我啊 希望被你蒙對 來 起這腳 不對 不是啊 不是啊 正確的應援口號呢 是強功智聖 猛轟智聖 奶藥阿給 林智聖 那還有中姓大聖 兄弟大聖 中姓兄弟 林智聖 奶藥阿給呢 其實也是我們大師兄 他的原住民母語的名字 所以也是 求命朋友們對他的愛稱喔 好厲害 我的按摩槍 我的按摩槍 不要再抖了 美了 林智聖同學 吳鳳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畢業 中華職棒 實在是中姓兄弟隊 當家看板人物 因為真正的看板退休 真正的看板退休 喔 你說恰恰 對啊 不過你也是看板 我看這板子 吳光智翡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或許謙虛內向 但是你個性內向 卻喜歡外出啊 對不對 對 也喜歡交朋友 對不對 對 很好 來囉 請出示他的 九個攻略賽提醒 不得了 而且開過小型演唱會 是 上過百萬大歌星 對 聽到這首就快吐了 太好了 料理用好油 他會下廚會做菜 非常好 大師兄愛跳舞 他會跳Laking 我以為他只會Paking 你知道Paking 男性愛用香水 你就是每天出門必做的 一個基本動作 對 台人最愛日本地 你就愛往日本跑 對 開始囉 那我選 從哪裡 棒球打擊出去 林志聖第一題 請助理 相愛哪一種情形 就是指棒球比賽中的 完全打擊 A 每次都打安打 B 每次都打全雷打 C 擊出四種安打 送分題 我的答案是 C 擊出示範 請鎖定 十五秒鐘非常好 這個還是送分題啦 對 是送分題 打棒球打了三十年 誰不知道完全打擊 我沒有打過 你沒有打過啊 我都差三雷安打 因為跑不動 所以你自己這樣 我沒有講什麼 但是鏡頭可以看得到 人都超越不了嗎 這個 有的時候 可能第一次打擊 就三雷安打 可是你就會多想 我說我等一下還要打全雷打 我等一下 可是這樣反而 結果都打不出來 擊出四種安打 請進行 是送分題 送分 就是一雷 二雷 三雷 學雷打都打完了 對 太強了 打擊力好 當然運氣也有 任何比賽都會運氣的成分 對 對吧 第二題 大師兄經典詞 請出題 電影少林獨球中 哪一句話是出自於 大師兄的經典台詞 A 放我條深入吧 B 一秒鐘幾十萬上下 C 時間是不等人的 我的答案是 A 放我條深入吧 請鎖定 你就在平均15秒 15秒的答案 真的嗎 15秒 又15秒 好厲害 因為你要等答案講完了 我不能 好厲害喔 你對少林獨球這麼熟 因為我看了十幾二十遍 我喜歡周星馳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他們的台詞都覺得 還滿好笑的 對啊 放我條深入吧 他看了快二十四拍 請你揭曉 那不又是一個送分題啦 真無聊 題目有點簡單 我很抱歉 不會 到我們條深入吧 馬上失了 不是 我是想看你 有點為難這樣 就要想 就有點這個過程嘛 就這樣 A B B 就沒意思 好 我等一下 等一下 一萬在巷子口了 目前為止 題目有點簡單 不好意思 來 選一題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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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效果 唱歌 靈活雞 唱歌 節目效果 來 唱歌靈活雞 請出題 這次有多一秒囉 有嗎 有喔 有稍微想一下 對不對 你就認定舌頭的肌肉最靈活 因為舌頭你要咬字啊 還要捲舌啊 一定是舌頭要靈活一點 肌肉會用比較多 我還要控制器耶 對 那玄庸槌就是中間 那個小槌子嘛 對啊 對 每次卡通會畫的那個 會在那邊震動的那個 對 你都沒有懷疑他 因為我還不認識他 是的 請揭曉 是不是舌頭啊 一萬了... Yeah Yeah 可以可以 十萬 他真的會唱歌耶 好 在我們全身上下有六百多塊肌肉 這當中以舌頭最靈活 你看我們的舌頭 可以說話 可以吞咽 還可以喇雞 就知道它多麼的靈活 但是舌頭呢 它裡頭是沒有骨頭的 基本上它也不是只有一條肌肉 它是八條肌肉扭曲在一起 成為的一個這個肌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舌頭它基本上是非常的這個 活動率很好的 那當中呢 舌頭是最靈活 而哪一個 是肌耐力最強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心臟 你看我們心臟每天 無時不刻都一直在蹦蹦跳 在一年當中呢 至少會跳四千萬下 我們今天題目有點簡單 沒那麼太難對不對 目前為止已經得到一萬元 請揭曉 大家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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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題 大師兄愛跳舞 大師兄愛跳舞 來 準備跳一下我們的 parking給大家看一下 parking parking你不會跳 我是會跳locking 我會checking啦 我會checking啦 checking 有checking耶 locking怎麼跳 locking就是這樣 這樣 真的會耶 對 好靈活喔 好靈活喔 這麼多舞為什麼你喜歡這個 因為剛開始是我兒子在學 然後老師都跟我抱怨說 他都不認真 然後今年休機我就想說我陪他 就自己也跳出興趣 跟我兒子一起上老師的課 兒子會因為爸爸的參與 他開始會把自己輸一天的比 輸喔 沒有 沒有 好 沒有 大師兄愛跳舞請出題 大師兄愛跳街舞 請問依照起源優先順序 哪一個舞風最早出現 A Hip Hop B Popping C Locking 我的答案是C Locking Locking 請說例 為什麼 因為我只聽過Locking 我只聽過Locking Hip Hop我聽過啦 但是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我只認識Locking 因為我們在教 老師在教我們Locking的時候 他會先告訴我們 他的歷史由來 然後Locking的由來就是 以前的人就是黑人打招呼 都是這樣 所以就是變成Locking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就是打招呼 是這樣 然後指人家說 Hey man 都是手機這樣 指人家 然後這樣指人家 他就控指人家 所以我覺得 好像可以喔 好像可以過 對 因為那個老師都有介紹 在跳這個舞之前 他都會告訴我們 他的由來是什麼 Locking是最早出現的舞風 請介紹 是嗎 是吧 十萬 十萬 槍打少年 好強 可是他不是只會打球耶 他 還會跳舞 又會唱歌 語文語舞耶 好 也要告訴大家一下 我們的街舞 歷史流變 其實Locking是最早的 鎖舞 它大概是來自於 這個六零年代的時候 然後到七零年代呢 才開始出現了 就是這種正感舞 那八九零年代的時候 才慢慢開始有Hip Hop 而我們說的Breaking呢 其實是Hip Hop在衍生出來的 第二種的這種 比較動感的 第五題 男性應該用香水 香水也是因為 想要降低下你的 身上的汗臭味嘛 對 對不對 運動人都有汗臭味 因為運動量太多 汗會流很多 不喜歡聞到那個汗臭味很舒服 因為有的時候 有的球員真的 有時候跑到一壘的時候 當然味道會不一樣 有的是噴得還滿多的 衝過來的時候 是誰啊 這個不能講名字好不好 衝到一臉的味道都不一樣 我球都沒辦法接 空氣那麼差 剛好這邊那個霧又... 會不會發現有幾隻狐狸 會跑過去這樣 心愛上請出題 請問男性愛用的香水 古龍水 最早被命名的原因 和什麼有關 A 香料的名字 B 產地的名稱 C 發明者的翻譯名稱 C 發明者的翻譯名稱 漂亮 好題目 哇 這個 我用猜的啦 我覺得是C發明者的翻譯名稱 請說例 你用猜的也表現出一個不假思索的樣子 對 好妙喔 我用猜 我用猜 C啦 發明者 我也只能猜 因為這香水 其實桃璟他沒有寫英文出來 因為他如果寫英文 就不知道他是誰 大家都不曉得 我們直接解釋好了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奇妙了 太難了 因為沒有人知道 來 告訴我們答案 正確答案是產地的名稱 那古龍水什麼時候被發明出來的呢 其實他是在1709年 有一個意大利人 他來到德國的科隆 是在科隆這個地方 發明出古龍水 那其實古龍水就是科隆的音譽 那他的一開始呢 他其實也叫做科隆之水 大家在使用古龍水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注意過一個品牌 叫做Number 4711 其實呢 他也是最早的一個古龍水品牌 因為當時呢 這個拿破崙啊 他來到科隆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曾經重整過這裡的門牌 而當時呢 這個香水工廠 就剛好在4711號 所以推出來的這個 兩到三趴的這個蛋香精呢 就取名叫這個名字 有好多好多的法國士兵 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就會買這種古龍水 送給自己的情人啊 或是另外一半 也有很多的法國貴族 都喜歡使用古龍水 來 送到你們 好 我們要送給大師兄的是 Dentible Yes Witch 加上寶可夢盾 這是從精靈寶可夢紅綠 一直延續的寶可夢系列 首次在仁天堂登場的全新作品 那這個我們的遊戲 將會造訪加勒爾地區的道館 朝著冠軍展開冒險之旅 謝謝 謝謝 好強喔 好強喔 表現得非常的不錯喔 很棒 那慶幸我們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第三回合資格賽來囉 第一個提示請看 什麼是平成的福爾摩斯 就是日本的 下一題是再看 這個我就知道了吧 來 答案是 柯南 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好強喔 好強喔 他是工程師 我是你 真相只有你 對 工程師 柯南 紅綠他是厲害 來 請9個公內賽 就位 紅獨拉斯 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 答對三題就有禮物 來 準備 請出示他的第三道題目 紅獨拉斯第三度光臨 他的題目是 盲人 關鍵字 你也盲人 對 對吧 大聯盟無緣冠軍 說的並不是 你跟大聯盟的關係 而是你是 台灣之星棒球隊的選手 閃亮之星 閃亮之星 你是 我是隊長 是世界隊長 去年才升的 老紅咖雜菌 現在年紀到了 越來越早睡 健康迷思 對與錯 胃藥小心用 有胃食道逆流 有 老紅是筆控 你喜歡收雞筆 兒子當兵生活 正當兵 日料古歷史 喜歡吃日本料理 對 來 我們從哪兒開始 最近的生活習慣 咖雜菌 老紅咖雜菌 請出題 一般人通常每晚睡眠 你那時候會做幾個夢 A 一個夢 B 三個夢 C 四個夢 上 我的答案是C 四個夢以上 四個夢以上 請鎖定 你說簡單 這個很簡單 然後有些人 他們可能是那種比較累 他會把這些夢 記得很清楚 但是你之前做的 就會忘記了 所以你一直只記得說 王姐做了那麼一個夢 其實不是 人會一直在做夢 一直在做夢 四個夢以上 請介紹 好 我們一個人呢 其實平均一個晚上 會做四到六個夢 但是呢 他能夠記得多少 就跟我們的快速動演期 跟非快速動演期 有關係 如果呢 你是在快速動演期的時候 被叫起來的話 通常會記得自己 剛剛還在做夢 那有些人就會說 我常常做到同一個夢耶 這是代表了什麼 特別的寓意呢 其實代表了你的心裡頭 可能有心結未解 那個夢呢 才會不斷地在那裡循環 那有些人會做像連續劇 這樣的一個夢喔 那事實上呢 代表著那是你一個心靈裡頭的 一個成長的過程 所以其實夢境還有很多 值得探討的部分 來 第二點 大聯盟無緣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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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處理 請問大聯盟中目前為止 只有哪一隊 永遠跟世界大賽無緣 A 夏圖水手隊 A 邁阿密馬鱗魚隊 C 亞利桑那 翔尾蛇 永遠啊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拿過 世界冠軍的 我的答案是 要猜了嗎 要猜了嗎 誰叫你要選這一題 我的答案是 A 請鎖定 好難喔 陳冠宇 他答對沒有 我覺得答案應該是B B啊 馬鱗魚啊 馬鱗魚啊 對 你是不是 答案哪一個 我覺得是A 你也覺得A 這邊兩位棒球選手 答案不一樣 只有大師兄跟我一樣 準備介紹 是你的第二題 答對 好厲害喔 恭喜陳冠宇 遭到淘汰 兩朋友上來答題這樣子 一萬在巷子口 盲人關鍵字吧 盲人關鍵字請出題 透過網路大數據的調查 發現哪一個 有關於盲人的關鍵字 討論聲量最多 A 視覺 B 按摩 C 協助 有關於盲人的關鍵字 討論聲量最多的是 我的答案是 B 按摩 請出題 應該不會猜視覺啦 會說 我們協助盲人過馬路 我們協助他如何 我們協助他幹什麼 對 協助會很多 按摩 盲人就跟按摩 幾乎快要畫上等候 一般人講說盲人就是 按摩比較專業 按摩跟協助 請揭曉 這關在一萬元置衛星幣吧 又被殺害了 有禮物 來 第四題 我選兒子當兵生火 兒子當兵生火 請出題 以keeper網路大數據顯示 當兵最崩潰的事情 就是兵變 請問第二名是什麼 A 被掌關馬 B 抽到海軍陸戰隊 C 收假 我的答案是 C 收假 請鎖定 他有什麼好崩潰 他當兵輕鬆成這樣 有什麼 我兒子每次又回去 他要進去影集的時候 都會發個訊息 我又要進去 然後我就覺得 他幾乎每個禮拜放假回來 回去的時候講 我要進去 我說你有那麼難過嗎 我覺得他們 我按照我兒子的心情 來答這一題 我覺得 對 好像就這樣 收假 是不是收假 請就這樣 當兵這麼輕鬆 有什麼好怕的 我兒子 正確答案其實是 被掌關馬 我們要先告訴大家 剛剛說這不抽到海軍陸戰隊 只是最崩潰事情 第六名 收假還在第十一名 那為什麼被掌關 罵會這麼前面呢 因為是天天都被罵 而且很多人覺得自己在外面 好像天資聰穎 表現很不錯 大家都把我捧得像什麼一樣 可是進去就被掌關 罵得很像白痴 而且軍中的掌關 還很厲害 有些人有自己的一套 罵人不帶髒字 總之就會讓你覺得 還滿受傷的 而第三名就是戰少 因為戰少 往往就要一個人 站個兩個小時 在那邊跟螞蟻 大眼瞪小眼 什麼鼠螞蟻 然後接下來來介紹的人 可能還遲到 讓你在那邊站得很想死 我們送給你一個人 好不好 送什麼給他 我們要送給 洪杜拉斯哥的是 H&D東道家具 恆溫呼吸獨立筒枕 加上日式沙發床 這個筒枕呢 具備了獨家專利 機能體感部 兩感舒適排泡透氣 而且裡頭含有 五十四顆的高低差 獨立筒肝黃 沙發床非常簡約質樸 搭配著泡棉基底彈性布料 要讓你坐著躺著 都能夠享受生活 送給洪杜拉斯 謝謝 很棒 來來進行 最後一回合的新風列資格在 第四回合的資格在 請看第一個提示 我知道 奧運金牌喔 金牌喔 金牌喔 奧運金牌 台拳道 有沒有可能是人民 不會 因為很 我很知道是 就是那個 陳詩欣 他是台灣所做奧運金牌 陳燕安的時候是示範賽的對不對 對... 還是示範賽 不是正式項目啊 不是正式項目 奧運金牌 陳詩欣 答對沒有 台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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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就位 陳冠宇同學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競技運動學系 一打也打九年了 對 去日本第九...就是九年了 今年第十年 那你娶日本老婆嗎 沒有 娶台灣老婆 請公布他的九個攻略賽提醒 你的題目分別有 投手失憶症 目前就是羅德海洋隊的選手 日本流行化 做了九年 當然知道日本的一些流行女 嬰兒推車首選 有個孩子 對不對 做睡眠海鮮 做的是 你的睡眠的品質不太好 對 解疲勞水果 日本和牛 你愛吃的就是和牛和日本的拉麵 對 對吧 放鬆看日去 這當然是你最開心的事情 家事小撇步 沒事就愛幫忙做家事 從哪裡開始 助睡眠海鮮 為什麼會有睡眠障礙 因為可能在睡覺前 通常都比較容易想太多 對 想太多就一直翻來翻去 反而再看一下手機 就更睡不著 因為尤其運動員 要求的強度跟壓力很大 對 睡眠品質很重要 對 加油 好 好不好 麻煩你了 來 看看我們有什麼 出睡眠的海鮮題目 請出題 吃海鮮也能夠助眠 研究發現吃哪樣海鮮 能夠有效的放鬆肌肉 幫助睡眠 A 鮭魚 B 蛤蜊 C 花枝 我的答案是A 鮭魚請鎖定 跟它魚油有關吧 對 因為它有豐富的那個蛋白質 像蛤蜊跟花枝就有些許 還有鮭魚就有一個OMG3 所以還不錯 Omega3 Omega3 那你在日本常吃啊 為什麼還會睡不好 沒有 因為我常吃可是 可是想得更多 對 因為 吃得多但想更多 比賽的壓力其實滿大 所以睡覺其實 吃完可能都消耗完了 有沒有想到跟鮭魚住在一起啊 或什麼 怎麼會這樣想 還不會 你可以 鮭魚是真的也是 我自己很愛吃的事 結果還是沒有幫助到 所以看你睡眠睡不好 我會感到 這也是我要面對的問題 鮭魚 是不是鮭魚啊 揭曉 有些人有失明的困擾 我們要告訴大家幾種食物呢 在睡前吃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有效的 放鬆肌肉跟助眠 像是鮭魚裡頭呢 含有豐富的Omega3 那其實呢 如果每天你可以攝取 600毫克的Omega3的話呢 能夠幫助你多睡一個小時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會 在這個夢中一直被吵醒喔 而另外呢 其實吃香蕉也很好 香蕉呢 除了富含了膳食纖維 它裡頭還有很多的美跟甲 還有富含了色胺酸 可以幫助我們分泌血清素 再加上香蕉呢 這香香甜甜的很好吃 當然也很助眠 另外你也可以吃杏仁啊 莫德瑞拉起司啊 還有這個燕麥古物 都算是滿好的助眠食品 你有沒有看過七龍豬啊 七龍豬沒有 剛好太長沒有追到 海參龍豬有追到了 你長得滿像悟空的其實 悟空 我 不是 耳朵比較大嗎 髮型跟那個整個的 整個元氣啊 煙氣就是 還有什麼 可以去追一下 沒關係 第二題就是 嬰兒推車首選好了 嬰兒推車首選 來 請處理 根據2019年嬰兒推車口碑報告 嬰兒推車的哪一項功能 公司選購的優先考量 A 能接合嬰兒提籃 B 安全性 C 方便性 我的答案是C 方便性 請處理 不需要安全喔 因為我們買兩台那個娃娃車 第一台就是四輪的 其實它很輕 很輕 對 所以我搬像在日本 坐電車其實搬輕為主會比較好 因為加上我老婆自己 個頭也比較小 所以他拿著他也可以 就不用一定要坐電停 所以他就可以扛著 方便性比安全性還重要 我覺得安全性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C比較是 優先考量 應該是對的 來 請接腳 好 大家在選擇嬰兒車的時候 前三大的關鍵字呢 第一個就是要方便 第二 安全 第三就是看價格啦 那在方便性的部分呢 因為現在有很多年輕的爸爸媽媽 他們習慣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喔 所以都希望說這個嬰兒車 推出去的時候呢 方便好推拉 那它的這個有一些 有一彩雙煞的功能啊 或者是嬰兒提籃 是比較好接合的話 對於新手爸媽來說 都是比較方便 而且好上手 來 第三題 快 投球失憶症好了 投球失憶症請出題 投球失憶症是一種心理疾病 請問是起源於哪一種運動術語 A 高爾夫球 B 網球 C 曲棍球 投球失憶症 兩分十秒 投球失憶症 我的答案是 不行喔 兩分 A跟B都我都猜A跟B 我的答案是A 誰鎖定 投球失憶症 兵自勝 是 你認為答案是 我覺得是B 因為網球是有像投球的手這樣 這是我覺得 是 因為網球他發球 發球是 像投球這樣模式一樣 我覺得啦 是 好像有喔 他的不一定對啦 對 我不一定對 我只是覺得 我當然是要講邏輯啊 今晚你要想那要有邏輯 因為你是用塞打 你沒有邏輯啊 因為我在想高爾夫 因為他是比較用 就是他可能要大力有短力的 所以有時候大力之後 可能要切短球會 多少可能會控制不好力道這樣 對 我猜應該是 那以那個擊球的邏輯來說 網球更像啊 對 網球其實很像 不要這樣講的話 沒有想到 他會發球 覺得這樣說起來是網球啦 沒過了就沒有帶 就要空手而回囉 陳冠宇 陳冠宇 好可惜喔 你看你幹什麼 不會啦 會答對了 應該是高爾夫球啦 應該是高爾夫球啦 應該是 高爾夫球啦 我會被雜音喔 被雜音啦 高爾夫球啦 高爾夫球喔 是高爾夫球啦 不要想太多 要不然晚上會睡不著 我要睡不著了 晚上不要再想這一題 請揭曉 一定是高爾夫球的啦 對嘛 就說是高爾夫球 對啊 我不能說高爾夫球 謝謝製作人 我這絕對不是滿好看的 這是高爾夫球啦 對 只剩三敗一講 我以為是B 真的 高爾夫球開始講高爾夫球 我只是講理論而已 理論 頭球十一陣呢 又叫做 異普陣 Ips 那要告訴大家啊 這個是一開始呢 是好發於一些高爾夫球的選手 他們在比賽的時候呢 很常會出現肌肉突然抽搐啊 然後肌肉非常的僵硬 沒有辦法正常的 來表現的一個狀況 其實呢 他也不只會出現在 高爾夫球選手身上喔 包括了網球啊 棒球員啊 甚至是一些做音樂的人啊 或者是一些作家啊 也常常會有類似的狀況 他其實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一種激張力不全 就是你可能上次 處在一個非常高壓的情形之下 導致呢 你的這個激張力啊 一下子高 一下子低 所以在治療的時候呢 也要雙管齊下 一方面在身體的部分 可能會注射部分的肉毒感菌 讓你的這個肌肉 稍微可以放鬆一些 那另外在心理層面的方面呢 也要幫助紓壓 才有辦法解決這樣的一個狀況喔 目前得到一萬元的智慧金幣 掌聲鼓勵一下 再來 第四題 是不是要來吃個和牛 輕鬆一下 可以拿獎金呢 應該就日本和牛好了 對不對 輕鬆一下 日本和牛請助理 哪一個日本產地的和牛等級 是最高的 A 宮崎牛 B 仙台牛 C 十元牛 三個都吃過耶 都吃過 仙台牛是 牛舌是很有名的 然後 十元牛是我們存訓的地方 在十元島 所以 十元島可以沖繩了 對 可是他們牛很少 對 很少啊 對 宮崎牛 一分二十秒 我的答案是A 請索理 宮崎牛跟競壓牛哪一個 我覺得宮崎 我在 我去福岡的時候 其實滿常吃燒肉 那他們就是標榜宮崎牛 是比較少 那邊的肉 我覺得很像 也沒有便宜到哪裡去 對 那A5和牛還是滿貴的 滿貴的 然後仙台 去仙台通常也是吃燒肉 但是他們的牛舌是比較 叫宮崎牛 請 介紹 正確答案是 仙台牛 其實日本的和牛 他們最後 叫做哪一個地區的牛 是有一定的標準存在的 不管是一隻小牛 它經過了哪幾個地方的肥育 最後它出產的這個地方 我們通常就會以它來冠名 所以後來其實在每一個地區 也有自己各自的標準 但是以我們目前來看 仙台牛大部分他們的品質 都可以維持在等級五的水準 那麼不管是十元牛 還是宮崎牛 也基本上都有四以上的等級 好了 送個禮物給你好不好 應該 應該是很實用的 送個禮物給他 請 我們要送給冠宇的是 歐印精品百變旅行箱 這個把一個透明箱 做了改變的開發 可以充分發揮藝術文化創意 可以依照你的心情 或是個人創意 打造獨一無二的旅行箱 送給你 希望你喜歡 謝謝 馬上帶回日本去好不好 馬上就可以用了 馬上進行我們的 終極懲罰囉 決明互動題又要來了 今天後面只有兩位 今天的小豬是一對公豬跟母豬 等一下選隊以後 你們答對的話 可以少打一下 你知道 我們來跟大家一起玩 我們來開個題目 因為陳冠宇還留了一些題目 給我們後人 給我們現在的 後人 後人 我們所有朋友想要玩 想要猜的 可以在全民心攻略的 YouTube頻道裡面 跟我們一起互動 現在我們選擇了一個題型 讓大家一起來猜 然後你們也可以找一個人來解釋 當然我想他 你們應該沒什麼意外 會找他來解釋 算了不用找歪招好了 我們就選一個日本流行話 好不好 剛好是陳冠宇 他本來想答沒有答的 剛才如果不選和牛 選這個要看會不會過關 好不好 應該會 日本流行話 請助理 日本網路上流行打草 這個字 他其實想表達的意思是 A 哈哈 B 大笨蛋 C 肚子餓 嗯 你在看 分了 好像知道 你認為 完全沒有想到 可以發問嗎 問什麼 草的日文要怎麼說 草的日文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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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問你啊 你不是在問他 你要問回去啊 草的日文怎麼說 真的嗎 你剛剛有打算問回來的意思嗎 分解ないです 分解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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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的日文是什麼 草的日文 沒有 我沒有常用到 所以就 不知道 大笨蛋還是 草這個字 想表達的意思是 哈哈哈哈 大笨蛋還是肚子餓 我 我猜C 肚子餓 因為肚子餓是 就是肚子餓 我在想說草有沒有可能是 有關聯 但哈哈哈哈就只是 日文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很像長得很像巴那樣 我覺得應該不是 大笨蛋應該是 不太會 是流行的 日本上流行的字 所以我只能 就選 刪掉之後選肚子餓 大笨蛋是八格耶魯吧 對啊 那是混蛋 對 八格 對 你呢 如果在網路上 比較常用到的話 可能哈哈哈哈比較常見 網路上會常看到哈哈 對 我常看到一些打哈哈的 打哈哈的朋友 我就不知道他們在笑什麼 有時候 那你們一起吃飯啊 哈哈哈哈 哈哈什麼 要回答啊 哈哈什麼 四兩波全 對不對哈哈 陳冠宇你會猜什麼 我猜我會選A 你也選A啊 為什麼 因為很多像那種推特啊 SNS啊他們在後面 會會打一個草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草是什麼意思 可是應該不會是肚子 應該不會是動止肚子 哦應該不會是肚子餓 對 你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建議 嗯 哦 嗯 他常看到真的 的確有很多的草 大家再稍微分別說說自己肚子餓 幹嘛的 那很難講 搞不好就是一群在約吃飯 一個一個 對不對 那個聊天室就是在約吃飯 你餓了嗎 我會不會吵對不對 吵吵之類的 吵吵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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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餓好餓好餓之類的 你換不換 不換 就哈哈是不是 對 好下去是不是 換不換 那換一下好了 好啦 好啦肚子餓啦 好那換哈哈 什麼 那 我們猜拳嗎 我來 哈哈哈哈 我們跟我猜拳嗎 我想說我贏就肚子餓啊 你贏就讓他撿到時候 不 不 肚子餓 肚子餓請鎖定 你最後決定了好不好 你對就厲害了 吵這個字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準備請揭曉 學民互動題準備一下 讓我們現場的三隻小豬 一起和大家來玩大體遊戲 等一下他們會派沒有玩過 來錄個我們節目的wish 選擇題目 畢竟小豬還留給我們後代還有四個題目 不要浪費了對不對 我們要完成他的遺願 那wish來選 你們只要選了題目 答案是對的 待會少打一下 好 好 然後你們呢 可以經由討論之後 決定要聽誰的答案 這樣好不好 好 可以多一個參考嘛 然後再來可以討論的喔 然後你們可以決定 你們心中要的那個答案 好 Wish請選 我幫鐘哥問一下那個 社護線的問題好了 順便也可以聽一下 以後搞不好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你現在才三十不是嗎 對 預防三十四 那還有十年以上 好 我就是已經碰到這個問題 社護線喔 哇 他們沒社護線怎麼辦 他可以餵他另外一半 對餵魚聰 餵魚聰 好不好 餵魚聰 我會煮飯嗎 可以幫他煮 社護線飲食 請主題 年輕半白的小鐘哥 最近正在研究社護線健康 對不對 請問哪一種辛香料 可能會加重社護線的問題 A辣椒 B大蒜 C洋蔥 加重社護線的問題 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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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護線 加重 是因為堵住 好 社護線 肥大 肥大對不對 我沒有在煮飯 我不知道 哪個辛香料 會加重它的問題 加重 讓社護線的狀況更嚴重 來 江文化 你是比較年紀早一點的 你說 欸 你認為 我認為 我是很想要拆辣椒 但是 是 我猜洋蔥好了 你猜洋蔥啊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三個看起來洋蔥 是感覺最無害的 哦 反正像 反正像 辣椒和蒜的嗆辣 事實上 他們的強烈讓你覺得 是讓人家受不了的 但想到 看那個洋蔥孤立內很像很無辜的樣子 對 它搞不好就是答案 是個意思嗎 邏輯有時候是這樣子 按照選項邏輯來說 艾熙 我本來想要選辣椒 因為我記得 大蒜跟洋蔥好像都有說法說 他們多吃會增加身體的免疫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辣椒 可是他剛剛講我覺得也有道理 因為 洋蔥生吃跟炒熟 好像會有一些變化 會不會是炒熟之後 它變甜的時候 就會有糖質或什麼東西產生 哦 妳這樣講 所以呢 妳心目中傾向洋蔥是嗎 對 為什麼 我傾向大蒜 為什麼 感覺鐘哥應該馬上吃大蒜的 因為他吃外景啊 會吃到很多辛香料 大蒜是 普遍亞洲地區很愛用的辛香料 所以 鐘哥如果 好 你們三個人可以選擇 一個人想聽他的解釋 你們想選誰的 猜拳決定 好了來 剪刀 石頭 布 你 來 你說 你選一個 聽醫師的 我要聽醫師的 聽醫師啊 李敏珊是嗎 對 來 敏珊 我覺得洋蔥耶 妳也覺得洋蔥 洋蔥有一些放鬆的效果 放鬆 那為什麼 攝護線會放鬆 不是這個更好嗎 嗯 因為它就是 攝護線太放鬆了 所以可能就沒有辦法 就是 哦 所以變就沒力了 對 攝護線無力這樣子 只有聽過膀胱無力 我沒聽過攝護線無力的 膀胱無力 哪有聽過攝護線無力 結果聽過攝護線總大 因為他可能 覺得可能會讓他比較會大 他還能說 說洋蔥因為太放鬆了 所以讓攝護線 就沒有那麼的有力道 對 這意思嗎 想太大 他說的 他說的 我們就以 他換一個不同的方式 支持你的說法 嗯 好不好 現在 告訴我你們的最後選擇 Wish 就死吧 洋蔥 你 就洋蔥啦 洋蔥 你 你們可以選不一樣的答案 你們知道的 洋蔥 洋蔥 要死一起死 對 要死他一起 要笨一起笨 洋蔥請鎖定 以屬性來說 的確辣椒和大蒜的嗆辣 是屬於同屬性 可是大蒜跟洋蔥 是人可以隨便吃的耶 如果他對攝護線會有影響 應該早就會有人提醒我 我覺得應該是辣椒 我覺得應該是辣椒 嗯 好想選辣椒喔 洋蔥 請揭曉 辣椒 辣椒吧 我也覺得是辣椒 果然 我跟小鐘哥的答案是一樣的 是嗎 辣椒一定對面要辣椒 是不是辣椒告訴我們 泌尿性很好 好 正確答案就是辣椒 哇小鐘哥果然很懂 攝護線方面的問題 因為呢 如果要哪些食物 對於攝護線比較好呢 像是 如果你還有元素 C 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食物 其實通常會對我們的攝護線比較好 包括了 洋蔥啊 大蒜啊 還有青花椰菜跟香菇 其實 多吃都能夠幫助我們的攝護線 但是反觀呢 像是脂肪 紅肉 還有一些辛香料 比如說辣椒 胡椒 吃了之後呢 都會容易造成攝護線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綠花椰 漂亮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答案 辣椒可能會影響攝護線 不要吃太辣 好 非常好 全面互動 下次再見 好的 非常好 出來的人 除了一拳之外 每個人都有獎品 看到沒有 你剛才沒答對 你剛才打對了 對 所以你又沒有 又沒有人投票給你 這一下拿掉了 你又帶著撐到最後 你不用被打 來 你過來 我有兩下喔 你有兩下啊 你有多了一下 而且他投給你了 他投給你 來 預備 請 再來 再來 好棒 我這放下去 我磚會不會掉 不會 頭會掉 頭會掉 對嗎 對 這不用 這不用 是到這裡而已 有沒有感覺 是真的 可以 可以 我們今天來了非常優秀的 兩位棒球員 還有一個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 非常精采的朋友 謝謝 請加油 OK 我相信他們都是最好的 人生典範 OK 不要啦 昨天到中午晚上九點 東智頻道 歡迎收看我們的全明星攻略 讓我們結果你最充足的勇氣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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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